武神主宰,第5892章,末期少年穷,看着眼前的魔力,黑龙会老祖眼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杀意,滚滚的杀意如同浩瀚汪洋,弥漫天地。 他那庞大的身形,威额耸立,降临在这浩瀚天地间,巨大如同天一般的翅膀,遮天蔽日,一双血色的眸子中满是冰冷,死死盯着魔力。 就是眼前这个小兔崽子,让自己在万神之虚中丢尽颜面,成为别人的笑柄,此刻再度见到魔力,黑龙会老祖眼眸中的杀意之身,简直是清净五湖之水,都无法浇灭。 黑龙会老祖,还有尹族族族,他们两个怎么来了? 看到威额头顶上的那尊庞大身影,孟天辉等人,吓得双腿发软,差点没当场跪下。 就算是大善圣僧,也是身躯颤抖,有一种莫名的大恐怖降临,直逼他的灵魂深处。 别看他们算是宇宙海中的佼佼者,各族的天骄人物,可在黑龙会老祖,尹族族族这样的神地强者,一方巨拨面前还是瑟瑟发抖,如同鞍唇一般。 哦?尼丘老儿,咱们又见了。怎么,还死追着老子不放呢? 魔力抬头,眼神淡漠,看着黑龙会老祖和尹族族族。 我说,老子是杀了你父母呢,还是干了你女人呢? 值得你这么穷追不舍。 不对,魔力话说一半,突然愣住了。 记得自己当初在黑龙会总部阻地的时候,的确干翻了一群赤身的女子。 这些人现在回忆起来,应该据是这黑龙会老祖的禁卵。 这么说,老子真的弄过这黑龙会老祖的女人? 妈的! 晦气! 魔力无语至极,脸上是阴晴不定。 这,听到魔力对黑龙会老祖说的话,在场其他强者,据是难以置信看着魔力, 瞳孔收缩,身体抖动如筛糠,整个人好似见鬼了一般。 我的天! 他们听到了什么? 眼前这家伙,竟然敢这么和黑龙会老祖说话。 他,他不要命了吗? 这一刻,孟天辉等人彻底梦了,脑海阵阵发晕。 这可是黑龙会老祖啊,虽然来自南宇宙海,在神地强者中名气不算特别显赫, 但好歹也是开创了一个浩大帝国,拥有无尽疆域,走到了终极路尽头的存在。 无论走到哪里,都要被尊称一生神地,竟然被如此羞辱,开什么宇宙海玩笑? 不对,此人,此人难道就是之前在黑龙会老祖追杀下活下来,最终安然逃脱的那小子? 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,大善圣僧等人据是震惊看着魔力,眼眸中有着丝丝缕缕的震惊。 靠! 真是这家伙! 仔细观看之下,众人冷气到夕,此时魔力的容貌和他们在影像中看到的画面仿佛融合在了一起, 那种气质,那种神态,简直一模一样。 我,我竟然招惹了这么一个家伙,大善圣僧脑海阵阵发猛,心中懊悔不已, 即便是以他的实力,也不敢说能在神地强者,麾下脱身。 而魔力却做到了,如果早点看透对方身份,他怕是根本不会和魔力如此叫板。 小子,你找死! 黑龙会老祖勃然大怒,这一次,本祖绝不会让你再有丝毫逃脱的机会,死。 黑龙会老祖冰冷的目光中,有寒光闪过,旋即他那血盆大口已然张开, 瞬间吐出一道道无尽可怕的黑色飓风。 呼! 散发着令人心悸气息的黑色飓风从他口中席卷而出,笼罩无尽天地,瞬间席卷像魔力所在。 吃吃吃! 请客间,魔力就被无尽的黑色飓风给笼罩其中,整个人完全被束缚其中,完全没有逃跑的机会。 逃?老子这一次还需要逃? 魔力冷笑,任由那黑色飓风席卷过自己的身体。 吃吃吃! 可怕的飓风席卷,吹拂在魔力身上,如同凌冽的寒风吹过一般,不断腐蚀着魔力的肉身,可上一次能在魔力身上腐蚀出一道道口子,被不断侵蚀的魔力。 此刻肉身却光滑如玉,任凭这毁灭风暴如何吹刮,魔力身上竟是没有半点的伤口浮现,仅仅是一些汗毛在这可怕的飓风之下被吹断,湮灭开来。 在凝炼深渊结构之后,魔力的肉身强度比之当初,强了何止十倍? 这能让世人变色的毁灭风暴,如今已然无法给魔力带来任何致命伤害。 什么? 你的防御,黑龙会老祖瞳孔一缩,流露金融。 上一次,魔力虽然也扛住了他的毁灭风暴,可好歹身上也遭到了严重的创伤。 可这一次,竟然毫发无伤,不对。 还不能说毫发无伤,毕竟还是湮灭了一些汗毛的,可这些汗毛很快便又恢复了生长,生机勃勃,好似仓劲的游龙。 什么情况? 黑龙会老祖心中暗精,此子的实力竟比之前可怕上这么多,怎么修炼的? 你的肉身! 一旁引足足足也是瞳孔一缩,被魔力的防御惊到了。 这是某种特殊的肉身结构。 上一次,你仅仅只是手指锻炼成那种结构,如今你的肉身竟然也锻造成功了。 引足足足联想到上一次魔力用指头在自己身上戳动的场景,不由得浑身发毛。 而一旁的孟天辉等人更是梦了。 神帝级的攻击竟然只是湮灭几根汗毛,真特么见鬼了。 哼,厉害,黑龙会老祖不愧是神帝级强者,竟能湮灭老子的汗毛,嗯,也算是足以自傲了。 魔力冷笑,回想上一次狼伴逃的场景,此刻是不由得暗暗得意不已。 此子的实力提升得太快,他必须死。 黑龙会老祖盯着魔力,眼瞳深处闪过一丝争鸣。 如果说一开始的他,只是为了从魔力身上找回失去的耻辱的话, 那么现在的他,已经感觉到了一丝恐惧,让他隐隐有种感觉。 如果这一次再不将眼前这小子斩杀,那么下一次,该逃的极有可能就是自己了。 引足足足,还看着做什么,随本祖一同出手,斩杀此聊。 哼! 黑龙会老祖庞大的身躯一瞬间膨胀起来,他张开锯口,一道可怕的漆黑光芒疏地穿透虚空,轰然爆裂向下方的魔力。 毁灭神光,轰隆! 嗯? 还想对老子用这一招? 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末期少年穷。 你以为老子还像上次一样,能认你宰割不成,神帝一指,破。 魔力面目猙獰,脑海中回忆起了上一次被追杀的耻辱画面。 上一次,他就是在这毁灭神光之下,被洞穿肉身,凄惨无比,只能施展金蝉脱鞘之术,狼狈逃脱。 而这一次,他要报仇雪恨。 哄! 可怕的手指贯穿天地,魔力手指巍蛾,化作一方晴天巨柱,与暴逝而来的毁灭神光,疏地碰撞在一起。 碰! 宛若一座小型宇宙,直接爆炸开来,惊人的冲击波席卷,毁灭神光中蕴含的那一缕神帝真性之力,疯狂席卷,扑得一声,大善圣僧失去大地之心的肉身,直接崩溃, 吓得他疯狂暴退,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,可他的肉身破破烂烂,早已千疮百孔。 扑扑! 远处,孟天辉,巨朴大圣,蓝瑶大圣,百慕大圣,卡布鲁等人亦是疯狂后退,那仅仅是散溢出来的一缕气息,便将他们纷纷重伤,一个个气息为米,惶恐盘息,生怕自己魂飞魄散。 太可怕了! 不愧是神帝级的真性气息,仅仅是一缕而已,他们便无法承受,不管他们在天骄,哪怕是走到了大地路的尽头,可不达神帝级,始终是蝼蚁,不值一提。 紧接着,所有人紧张抬头,看向前方,因为他们仅仅只是被一缕余波给波及到而已。 而魔力是硬生生吃了这一剂,两者之间的差距,简直不可以以道理计。 那家伙死了吗? 下一刻,所有人表情都呆滞住了。 卧槽! 只见前方的魔力,手指擎天,如同天柱,硬生生抵挡住了黑龙会老祖的这一道毁灭神光,那能毁天灭地,伤害到同级别强者的毁灭神光,竟是无法击破魔力的一根手指防御。 这,这是什么指头? 黑尼丘,你还有什么手段? 尽管施展出来,别在这藏着掖着,装模作样。 若你只有这点手段的话,那就乖乖投降认输好了,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 魔力一指轰破毁灭神光,嘴角吃笑道。 你,找死,真以为挡住了本组的两次攻击,就自以为无敌了吗? 黑龙会老祖怒一沸腾,瞳孔中寒光绽放。 给我死! 庞大的黑龙会老祖巨大的翅膀,猛的一阵。 一双翅膀划破虚空,天穷宛如被撕裂开两道巨大的沟壑。 轰隆! 广袤范围内,一切物质湮灭,整个虚界层的虚空都在震荡,虚空中无数的能量湮灭,一切有形无形的物质都在毁灭,化作最微小的粒子流。 这一击也笼罩了魔力周身。 魔力虽然肉身强悍,但在单纯的招数速度上还是有所欠缺,当即将双臂横在身前。 碰! 这无尽恐怖威势,轰击在魔力身躯上,魔力即便双臂抵挡,竭力泄力,依旧感觉一重重,如同天穷坍塌般的冲击力,波及全身,浩荡冲击而来,轰然贯穿到他的体内。 出现了一个图,轰然贯穿到他的体内。 入断口中无数的能量,被冲击一种能量,满上的方法,双臂抵挡,轰然贯穿到他的体内。